好 那麼這一段我們要請老師來跟我們聊聊柯文哲了 這個大家現在我們看到了最新 大家都知道他現在已經感覺是 不只是在台北市 他現在已經走出台北市他的影響力 然後他的整個光環有外溢的效果 所以呢 日本的朝日新聞專訪他 然後之後呢 就有一些相關的社論認為 他一定不只是是一個台北市長 甚至呢 他講說可能2020年喔 他可能就會出來酸總統啊 而且呢 還講說他是非常有機會成為下一個 我們台灣的總統耶 老師 你覺得這個日本的朝日新聞 他這樣的一個研判跟他觀察到 以一個國外的人來觀察台灣的選情 你覺得他看得對還錯 這也不用朝日新聞講啊 我們大概住在台灣都知道 柯文哲選上市長以後就會去選總統 不用他們來講 我們也知道啊 因為柯文哲如果可以在台北市 沙喀都的情況下 藍綠夾沙 兩個傳統大黨夾沙洽 他還可以在台北市選上 是 那你要知道台北市的結構跟 跟外線是還不一樣 所以如果台北市他都可以選上的話 你把他的光環放到全國來講 一樣藍綠兩個黨 然後配柯文哲的話 他一樣很有可能就突破重圍 成為總統啊 所以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而且事實上你問柯文哲 柯文哲也是說 就是他也沒有說不 他沒有說不 但他沒有說要 但也沒說不 他如果真的不想選總統 我跟你講我柯文哲就做保證 就是說我選上 我做好 做滿 真的喔 他敢不敢講做好做滿 好像沒說 他絕對不會講啊 對 所以他就很想選嘛 大家都知道 他很想選嘛 不過現在我們從蛛絲馬跡啦 因為我們看到了 畢竟柯文哲市長現在還在當市長 所以他比較少離開台北市啦 但是他爸爸媽媽已經開始出動了 他身邊的人開始去了 學姐也去了 他身邊的幕僚已經開始全台走透透 這個就看得出來 真的是他 他受益他爸媽去嗎 還他爸媽媽自己去幫他的 我相信他如果沒有他同意的話 爸媽也不好意思這樣走啦 那重點是因為他爸媽 這種不是一般的輔選 通常我們輔選派天王去輔選啊 可是你看他派的是他的爸爸媽媽 還有學姐 他媽媽這麼親切 我跟你講柯文哲今天民調會高 很大時候要感謝他的媽媽 他媽媽就是那種很傳統的 那種台灣的那種婦女 我把他送 然後很親切看來都笑臉笑臉 對 你就 我跟你講就算有人討厭柯文哲 他也沒辦法去討厭特柯媽媽啦 所以特柯媽媽這樣子用這種方式 他也不是說好像傳統的助選員 那只是說去幫忙 那就是 亨相這樣 然後很多人叫他乾爸乾媽這樣 對 他到處去認乾女兒耶 沒有啦 是人家想要認他乾媽啦 他真的認啊 他也是來自的不去笑笑 所以一種笑臉笑臉 這種在台灣的那種鄉下中南部 他其實起了一個非常大的效果 你看柯爸媽去那個民眾的那種 你看跟一般真摺人過去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說柯文哲在打一個 非典型的選戰 真的我覺得柯爸跟柯媽 其實展現的另外一種 就是選舉不要過去 好像就是肅殺 好像就是罵你罵來罵去 對 柯爸媽也不會罵人 對 那但是大家喜歡他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不過老師我一直覺得 台北市的選民 其實跟全台灣來講 他結構上是不太一樣的對不對 畢竟是這樣 那所以呢 當然台北市可以選出一個 這樣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當他們的市長 但他真的有辦法去 領導一個國家嗎 我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呢 大家記不記得 這個柯文哲市長 他曾經在那個很好笑 跟台智元的那個影片當中 然後台智元就問他一提 我其實聽了之後 其實當時有一點 哎呦 怎麼這樣的人可以當市長 因為大家問他 他講說 哎呀我也不會當市長 我是被逼出來的嗎 因為很多案子嘛 所以我被逼出來 然後他說 我第一年當市長 我也不會當啊 我亂當 他說我後來 才慢慢學著怎麼當市長 我們國家 就是一個市好了 一個市是這樣子 但是一個國家 而且我們現在的感覺是 情勢蠻嚴峻的 兩岸關係 國際情勢 如果他選上的總統也說 我就不會當我亂當 這樣可以嗎 所以有些人在擔心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沒有一個 強大的班底 他不像國民黨或民進黨 因為他們過去都有執政的經驗 所以他們一旦執政的時候 那些幕僚官員可以馬上救手 那柯文哲他其實就是 散兵的概念 所以如果他真的 真的有一天成為 國家的領導者的話 那真的你講的沒錯 在第一時間我們會擔心說 那他那些位置 到底是要由誰來當 不過你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柯文哲他有宋楚瑜 在後面做他的幕僚 現在已經變宋楚瑜了是不是 本來一直都宋楚瑜的人 所以你看清明黨是不是都 清明黨都跟他在教他 沒有啦 他只要宋楚瑜是他的首席顧問 到現在一直也是宋楚瑜 他是他的政治導師 那更不用講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有人在懷疑說 那其實中國因素 中國也會幫他好好當總統 所以中國會幫他 教他怎麼好好當總統 所以老師不擔心這個 我擔心 為什麼不擔心 我很擔心 可是沒辦法 因為事情就是這樣子 他就要當總統了 那你能怎麼辦 可是他真的選得上忙 有機會啦 真的 所以還是有機會 所以你可以看他為什麼大家 其實現在你看他 藍綠兩黨在批評他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不是針對他的施政在批評 都是針對他的兩岸政策 還有一些大方向 這已經不是市長規格的選擇 那已經是總統規格 對啊 所以你可以形單 他早就被列為是藍綠兩黨 在2020的假想敵了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是朝日新聞 他們最近做的一個這個研判 一個政治人物 那如果真的有一天 這有朝一制科幣會出來選總統的話 那我覺得在台灣現在所有的人 也算是見證了一個奇蹟了 一個外科醫生 然後經過了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他選上了市長 然後他居然有一天可以來參選總統 我們也覺得蠻特別的 不會啊 川普不也是一個商人嗎 不然也還不是 川普從來也是非典型 他從來也沒有參與過政治 不也是選上了總統 而且還有機會看來還要連任 所以現在的這個國際的這種局勢 就是以前我們喜歡講說強人政治 我們喜歡追求一個強人 強而有力的領導人 現在不是 我們現在要的是狂人政治 真的 狂 就是誰 誰可以用最庶民的語言 你看像川普每次講英文 我英文不好 但我聽川普講我都聽得懂 都聽懂對不對 因為他都用很庶民的 那種很簡單的英文去講 所以柯文哲也是一樣 他不會跟你講什麼大大大大大的政策 沒有他就用一個很簡單的語言 然後讓一般的市民把事情都聽得懂 所以現在的流行的這種 他剛好就是在這個趨勢底下 所以你說柯文哲也沒有可能 有一天登上大位 這個大家是真的有可能 真的我們就拭目以待 我們也會擔心 就希望他 他如果真的有一天登上大位 可不可以讓國家穩定一點 不要一瞬間 然後就是國家就是方向就走偏了 好這個是國外的朝日新聞 他這樣子的預測了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看到底這個柯P這個素人從政 那現在已經是台北市長了 現在看起來有沒有機會連任 還有有沒有機會 再更往高處走 我們繼續看下去